我跟他說 喂 你們有個弟弟 一直做生意 直到有了錢 三十歲前我都足夠一生和家人的生活 可以都可以 但是我又發覺 原來墨則有了錢之後 不是我契想之中這麼快樂 我埋忘了幾個夢想 我自己靜靜地在一條路 那些叫墨頭路 就是燈情路 墨頭路 自己這麼後生 坐在樹林裡的一塊舌頭 最終我想起 有錢 你不是一定快樂 不是百分之一百 你所欠想的 但是世界很多時候 你沒有錢 你做不到的 我有一天 我有一天 是剛剛 禮拜日 過日本來很得客 但是整晚睡不著 為基金會臨 你不停 你不停要將新運一的資產 捐出去 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會想起 我太太如果願意生多一個 我幼稚子 我要大三個子的時候 我一樣會給一部分資產去發展 所以一想了之後 我很開心 我解決問題,甚至星期一和我兒子、媳婦他們吃飯時 我跟他們說,你們有個弟弟,因為我不是笑,我私慮地跟他們說 好像嚇他一跳,眼睛精神很大,我說你們有個弟弟 但這個弟弟永遠不會欺負你們,你們不要欺負他 所以我說,我會成立這個基金 所以這個基金是我身為一個財產,那個財產擠進去 我當他的財產和家庭沒有關係 所以我跟你們說,我做這個基金用這個,我一個最大的希望 是希望亞洲,尤其是中國的有錢的人 將來國家最富裕,中國會有很多有錢的人 當他捐錢出去,如果有一個不捨得的 他想著我成立一個基金,是另外一個債務 每年都是世界人 Bismarck 旦日曉得 qu分辨 現在的基金 來演習 是來方面給他們 因為最終就沒有錢的人